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来接着讲这个宝灿 宝灿他很小 就在这个建初寺呢 跟着这个申幼出家 骗学金律 那么也学到了这个申幼的这个自学的方法 后来呢 他在这个庄严寺博彩群言 卓取金礼 就被这个梁武帝呢 这个看众呢 乐住这个新安寺 同时呢 也教这个宝灿呢 总赚吉路 然后又跟着这个庄严寺的这个生命 梁朝三大师 这个庄严寺的生命呢 在这个定灵善寺呢 赚这个重金药钞 跟这个开善寺呢 智障 来赚这个重金礼益 这些呢 这个宝灿呢 都有奉赐呢 参与其事 同时在这个安乐寺的这个申造 他也奉赐转的这个华林佛殿金目 就是金路的一 金路属于金路的这个书籍呢 但是这个申造写的 这个梁武帝不满意 所以这个梁武帝呢 就叫这个宝灿重西撰写 那同时也叫宝灿呢 这个主持这个华林远的这个宝云金帐 如果我们说没有错的话 这个华林远宝云金帐 就是可能类似所谓的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那因为这个宝灿呢 他住持这个国家图书馆 当然是全国的这些书籍啊 都集合在这个国家图书馆里面 所以这个宝灿啊 就可以再一次撰写这个 申造的这个华林佛殿金目 而改成了这个重金目路 也有称为这个宝灿路 是这么来的 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梁朝啊 因为这个定灵善事啊 有这个历代高僧他们累积来的一个学术基础啊 培育出这个申幼才能有这个初三章季集的这个撰写 那也有这个申幼的这个在家地址刘谢 能够写出这个文心雕龙 那么这个申幼的这个出家地址保畅 也是因为有住持这个华林园保云金帐 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国家图书馆啊 他也能够在这个申幼的基础之下呢 写出了这个编辑的这个重金目路 保畅录 同时这个保畅呢 他也写这个明生传啊 还有这个重金犯共圣僧法 重金懺悔罪方法 法籍续法伦论这些呢 书籍 那这些都是梁武帝呢 这个是这个保畅所做的 所以有可能这些呢 我们后来的这些 这个梁房保畅也好 这个水路这个仪轨就商船 以这个梁武帝来做一个开始 也有它的一个原因 那保畅的最主要 它的一个这个比丘尼钻 比丘尼钻 它就有这个遗存下来 成为中国这个唯一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为比丘尼写传的 就是这个保畅的这个比丘尼钻 那出药律 乙拉金律 益相 比丘尼钻 这三部呢 都有留存下来 那前面这个这个重金犯共圣僧法 重金懺悔罪方法 法籍 还有续法伦论 这些人就亡议了 就是亡议了 那在这个梁朝的时候 梁武帝的时候 在这个易经方面 就有这位生且伯罗 生且伯罗 他在起草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中国了 就已经来到中国了 那生且伯罗 他是浮南国 浮南国呢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中南半岛 中南半岛 尤其是这个无歌窟 柬埔塞的这个无歌窟 这浮南国 这个最鼎盛的时候 它的一个疆域 几乎呢 是在这个湄公河的下游 包括了这个越南 柬埔塞 泰国 中南半岛 这一个部分 都是属于浮南国 浮南国的一个领域 那这个无歌窟 无歌窟是可以说是那时候的一个 最鼎盛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遗存 遗存 这是浮南国 是现在的 相当于现在这个柬埔塞的 这个无歌窟这个地方 那么生且伯罗 他就在这个起草的时候 来到这个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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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这个郑关市 跟随的这个 这个求纳拔陀罗呢 来翻译经典 他本身呢 也懂得术国的这个语言 术国的语言 这是梁武帝的时候 的这个翻译 有这个生且伯罗 那另外一个呢 跟这个这个曼陀罗仙 第二个就是曼陀罗仙 曼陀罗仙他也是这个浮南国来的 他来到南朝的时候呢 来到南京建康的时候呢 他也是奉赐跟这个生且伯罗呢 来从事易经 在这个寿光殿 华陵园 郑关市 湛云市 湖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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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个地方呢 来从事翻译经典 翻译出了这个阿裕王经 孔雀王陀罗尼经 文殊师历问经 文殊师历所说经 都是由这个曼陀罗仙 跟这个生且伯罗呢 来一块呢 来翻译的 那这些这个宝唱 宝唱 他都有参与 都有参与 那第三个呢 就是政帝 政帝是应这个梁武帝邀请 来到中国的 来到中国的 那政帝呢 他是走海路 来到这个广州 上岸 才北上 在这个太清二年的时候 抵达这个南京 南京 所以这个极藏 极藏大师的这个极藏 这两个名字 就是这个真帝 来到南京的时候 极藏大师的父亲 带极藏去见真帝 真帝给他的一个法号 就是在这个时候 真帝 在这个五帝的时候 太清二年的时候 来到南京 那很不幸啊 这个 这个真帝啊 他就更好 遇到了这个侯景之乱 遇到这个侯景之乱 遇到这个侯景之乱 所以真帝的翻译啊 可以说 背绝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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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呢 一度呢 想要回国 一度想要回国 那因为这个南方信徒的一个 一个前程的一个邀请啊 最后才又留下来在中国 继续翻译经典 这是第三个真帝 所以这个 拉拉扎扎 把这个梁武帝啊 对佛教义礼也好 对佛教的这个造寺庙佛像 的这些种种贡献啊 跟大家做一个整理啊 就是梁武帝啊 这个蒋经弘法 召开各种法会 不管是先针灾会 吾哲大会 那以皇权来一致泛针的这个神灭论 或者以皇权来劝僧侣这个段九肉文 还有推塑这个菩萨界 四次舍僧于同太世出家为侍奴 广照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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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梁史的郭竹僧传里面 就有几道说 都下就南京啊 佛寺五百余所 光是南京啊 寺庙就有五百余所啊 穷极弘历啊 身泥十余万人啊 知产风卧 光是一个南京都下 佛寺就有五百余所啦 身泥就有十万余人 可以说佛教在梁武帝的时候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兴旺 非常的兴旺 照来讲 我们对梁武帝的这个贡献啊 付持佛法 还有他对佛法这个推行 僧侣的殊食啊 影响很大 我们礼拜梁武帝啊 就已经来不及了 推崇梁武帝啊 称赞梁武帝啊 就已经来不及了 可是为什么 这个残门公案啊 残门公案啊 会流出这个 这个达摩初来宗土 与梁武帝见面的这个公案啊 会在这个残门里面啊 广为流传呢 广为流传呢 那难道说 这个残宗的眼光 那么高吗 连梁武帝 这么的付持佛法 对佛教有这么诸多的贡献 都还让禅宗人士觉得不满意 还留下这么一条公案 让这个梁武帝这块美玉啊 蒙了这个小小的瑕疵 我们崇拜梁武帝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还要这个 来用这个公案来 这个高标准的 来论定说这个梁武帝呢 所作所为毫无功德 这个意思是说这个禅宗 难道就用这样的公案 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做公德 应该是要以这个无我事相 来做公德 才是真公德 这样的一个高标准 来看待梁武帝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谁愿意 谁愿意 还要广做这个公德呢 连梁武帝做了这么多的公德 都还被你们禅宗人士 这样的不满意 还遗留了这个公案 让梁武帝这块白玉美玉 蒙像瑕疵 那么后来的人 且还有办法像梁武帝做这么多的公德吗 梁武帝做这么多的公德都让你们看不上眼了 还被你们这么样的说 那么谁还要做公德呢 这岂是禅宗遗留这个公案最大的用意吗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也要做这样的思考 做这样的思考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我们自然会去找答案 自然会去找答案 难道这个禅宗就这么一个高标准吗 那么禅宗这么一个高标准 会不会导致以后的人 他们不敢做这些善事功德呢 因为连梁武帝做了这么多的大功德 大事业大福业都被禅宗人士看不上眼了 那么谁还要做呢 这难道是禅宗遗留这个公案的一个最大用意吗 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意识来思考的话 应该 应该啊 应该是不是这样 禅宗会遗留这个公案下来 必然有它的一个原因 必然有它的原因 而禅宗人士也不是以高标准来论定说 梁武帝做这么多的一个福德事业 就毫无功德 用这样的一种消遣消费这个梁武帝 然后只是为了表达说 我们做功德要以这个无我事项 以这个三轮体空来做福田事业 才是真功德 这么一个理念而已 就让这个梁武帝千年来 这块美玉蒙上了一点瑕疵吗 我想这绝不是这个禅宗人士 所要表达的 所要表达的 那么现在所 这个文献记载 文献记载 最初这个达摩跟梁武帝见面的一个原型 最初的一个原型 是在这个敦煌常经洞里面 找寻到的这个这个经本里面 有记载这个 这个《独孤佩传》 这个《独孤佩传》 这个《菩提达摩南中定是非论》 这一本经》 是记载着达摩跟梁武帝 最初见面的一个原型 最初见面的一个原型 那当然后来的这些残门公案 就有不管是这个景德传登录 或其以后的这些残门公案里面 多多少少再有多家的一些文词 或添加添有加醋 这是后来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现在所找到的最初的原型 就是这个在敦煌常经洞里面的这个 《独孤佩传写菩提达摩南中定是非论》 里面有记载的这一则公案 就是这个梁武帝问这个达摩法师说 正照事度人照相写经 有何功德佛 达摩打说无功德 那么武帝烦情不了 达摩所言遂被遣出 这是达摩跟梁武帝最初见面的一个原型 最初见面的一个原型 那么我把它找出来 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就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禅宗人士 会把这个公案 把它记载下来 乃至后背后世的这些禅门公案里面 也对这一则公案的大家宣扬 甚至加油添触 难道是禅门人士 要消费这个梁武帝 然后只是要表达说 像你梁武帝做了这么多的造势度人 照相写经的这么多的功德 只是要表达说 修功德修福业 是要以三轮体空 无我世相来修福德 才是真功德 这样的一个理念而已吗 我想 这绝不是这些禅门的主师大德 所要表达的 所要表达的 应该 它背后 也有 原因 背后应该还有原因 才会有这一则公案 遗留下来 遗留下来 那么因为有这个问题意识 我们就会去找答案 我们就去找答案 或许找到的答案 就有三个观点 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大家做一个讨论 说为什么禅宗会把这一则公案 把它记载下来 遗留下来 甚至大家与宣扬 那么难道是在消费梁武帝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岂是后代的人 谁还有像梁武帝 这么有大的福田福德力 可以广照佛事呢 那如果连梁武帝 都让你们禅宗人士看不上眼的话 那么以后谁还愿意做呢 像梁武帝做了这么多的功德 他都被禅宗人士高标准 认为毫无功德的话 谁还要做 我相信这也不是禅宗祖师大德高 他们的一个用意 他们的一个用意 背后一定有原因的 那么背后的原因呢 那墨学研究就找出了三个观点 三个观点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第一个呢 就是梁武帝 梁武帝 他呢 还是延续的这个 不管是南朝也好 或者北方的观念 就是呢 这个沙门 沙门 应当礼敬君王 应当礼敬君王 虽然梁武帝贵为佛弟子 但是呢 他毕竟还是认为 他是皇帝 他是皇帝 所以呢 他也是 有点 有点 赞同 这个沙门 应当礼敬君王 那在 第一个 证据呢 就是在这个 梁朝三大事 这个 智障 智障 大事的传记里面 他就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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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记载的两则 记载的两则 第一则呢 就是这个梁武帝呢 陈子呢 他提出了 欲作之法 为天子所生 沙门一不沾欲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上朝的时候啊 上朝的时候 只有皇帝可以坐着 这个出家人 没有位置可以坐 都要用站着 这皇帝高高在上 那么呢 出家人呢 这个也跟陈子一样 在底下呢 是站着 是没有座位可坐的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在南朝的时候 也都有在做 不停的在这样的一种讨论 然后因为这个 儒家 陈子呢 他还是认为说 沙门应当礼敬君王 所以不死的 三不五时呢 就会提出来说 这个出家人跟 跟这些官员 陈子啊 上朝 敬见皇帝的时候 出家人应该 也要站着 没有位置坐 那只是历代以来 都有这些高僧大德 他们的一个抗争啊 他们的一个抗争啊 使得南朝的这些皇帝啊 不得不屈服呢 就是出家人的这些 对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一个高超的这个修行跟得意啊 所以不得不屈服啊 还是只好呢 只好呢 就在这个上朝的时候呢 给出家人位置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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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梁武帝的时候呢 又再次呢 这些陈子呢 陈子又再次提出来说 这个上朝的时候啊 只有天子皇帝有座位坐 出家人呢 不应该坐着 也应该要站着 那么这样的观点一提出来啊 这个智障 智障大师呢 他就很生气啊 这个智障呢 他就很不客气的 直接上朝 坐在这个法座上呢 就说呢 这个平道习为无中故障 尚不浅欲他 就是我以前啊 当无中故障的时候啊 这个尚且上朝的时候呢 都能够到达这个皇帝的寝室内 宫寝室啊 旷父乃祖定光金伦 何况是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出家人啊 是定光古佛 跟如来金伦佛的这个弟子啊 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了 是这个如来金伦佛 跟以前这个定光古佛的这个弟子了 谈月落沙平道极沙 不欲无后生之处啊 所以你要杀就杀 不欲无受生之处 所以我出家人了 就不怕这个被抬头啊 没有地方去 若父在上方欲中 即使呢 你没有杀我砍头 把我关到牢里面 不妨行道 我也可以在牢狱里面啊 可以修行啊 在牢房里面啊 打坐修行啊 己伏依而起 地税罢乐 任从前法 这是第一点 就可见这个梁武帝啊 他虽然作为一个皇帝菩萨 他基本上呢 他还是希望这个出家人呢 应当礼敬君王 毕竟我现在身份是皇帝啊 虽然我是佛教徒 佛教徒要尊重生保 但是我是皇帝 所以出家人应该礼敬三保 应该礼敬皇帝才 皇帝这个出家人啊 应当礼敬啊 这个君主才对啊 这是在智障的这个传记里面 有提到这一点 那第二点呢 也是一样 在记账的大师的传记里面 再一次提到说 这个梁武帝啊 陈泥治玉白衣深圳 就是因为前面有说的 这个梁武帝推行 这个出家人要殊食 主要是因为要革新啊 改正这个出家僧团的这个混乱 因为有些出家人呢 因为他可以避免遥曳 不用缴税 都有诸多的这个福利 所以就混到出生团里面出家 那其实呢 他只是为了躲避遥曳 跟不用缴税而已 所以呢 就导致生团的混乱啊 那么所以这个梁武帝 他就有推行这个殊食 推行殊食 第二个呢 他要自认白衣深圳 自认白衣深圳 来整治生计啊 整治生计 那么这个梁武帝 一有这样的想法 他也希望获得 这个生团的支持啊 所以他就要求这个官员啊 下达这个公文啊 这个赞同的人呢 就署名 赞同这个梁武帝 当这个白衣深圳 来整治生计的看法的人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 这些出家人呢 就署名签名联署 那当然啦 皇帝这么说了 这些出家人啊 就没有人想 能够不敢抗尾啊 所以大家都签名 签名 但是签到这个智障大师的时候啊 智障大师就把这个联署书啊 丢到一旁 丢到一旁 然后这个手压着这个笔啊 拍在这个联署书上面说呢 那么地义迷胜啊 是将施行于世啊 虽战后莫同啊 而乐以先辈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让出家人呢 认同这个梁武帝 当这个白衣深圳整治生计 同意的人 连这个签名的这个联署书啊 只是做个样子而已啦 其实这个梁武帝 已经把这套秘密推行出去了 他就是白衣深圳了 从此就是要来整治生计了 让出家人连这个签名 只是做个样子而已啊 那没想到啊 没想到智障大师啊 不给面子啊 不给面子啊 他不签啊 他不签啊 所以呢 这个道命令已经出去了 但是呢 这个智障大师 这个梁朝三大师之一的智障大师 没有签名 所以这个梁武帝也一时下来 下不了台啊 下不了台 那枉于华光殿社会众生大吉后 葬方志 他只好这个梁武帝啊 只好呢 只好呢 就召开大会啊 在这个华光殿里面召开大会啊 那大家都已经 站在那里了 那个智障大师后来才三三来此 三三来此呢 这个梁武帝就跟智障大师说 彼见生女多未调喜啊 白衣深圳不解律科啊 以俗法治之啊 伤于过重啊 弟子辖日欲智为白衣深圳 亦依律立法 这意思是说 这个梁武帝他认为说 因为这个官员不懂得佛教的戒律啊 他用这个世俗的这个法律来制定 这个有犯罪的这个出家人的话 有时候这个判得太重了 判得太重了 所以呢 这个我呢 想要做这个 在这个公寺之辖 自当这个白衣深圳啊 因为我对戒律有所了解 我对佛教义礼有所了解 如果我来做这个白衣深圳 来判诸家人犯罪的话 才不会过于 过于判得太重 当然这个梁武帝他讲的就是很好听啊 讲的很好听 那么 而且呢 而且 这个法师之士啊 佛法亦辅助国王啊 向来与诸生共论啊 闲言不易啊 法师益子如何 而且呢 这个佛法里面啊 佛陀也有把这个佛法的附持之士啊 托付给这个国王啊 托付给国王啊 所以这个出家人 这个多认同 这个国王来呢 来附持这个佛教 同时呢 也来整治这个僧团啊 那不晓得 这个智障大师你意下如何 大家都同意了啊 那你意下如何呢 这意思是要深圳 也要签名啊 认同啊 那没想到这个智障啊 他就是这么的干正不阿 他说陛下欲至灵身世啊 时光显正法 就是你这么做 当然是对佛法的这个 这个的附持跟对这个 这个深重的一个整治是 是好的 但生泥多不如律 所愿垂齿今述 此事为后啊 就是说 出家人一多啊 就难免余目混珠啊 难免余目混珠啊 所以呢 难免有一些出家人呢 会做一些不理想的事情 还希望呢 这个皇帝你呢 能够垂齿今述啊 你能够宽恕啊 不要这么快 或者是不要现在就马上推行 这个白衣深圳来整治生计 那么梁武帝就说 弟子此役此役 此役苦众生曰 正位属于过重 自可依律定之 法师乃令 今述此役何在 梁武帝说 我这么做 就是因为一般官员 他能不能在判的时候 是依据世间法律在判 所以难免会判得过于 严重 那么如果我来当这个 白衣深圳的话 会依照佛的戒律 来判这个 有犯罪的出家人的话 才不会 还至少还可以网开一面 意思是说 至少还可以网开一面 你不会判得那么重 那么 法师乃令今述此意何在 你叫我要稍微 宽恕这些犯罪的出家人 你的用意何在呢 那么这个智障就回答说 他最主要是回答说 这个 末代众生啊 难皆如律啊 故感其金束 就是说 这个离佛陀越远啊 难免啊 难免啊 会有一些出家人呢 不依戒律而行啊 难皆如律啊 故感其金束 那么 这个 梁武帝就觉得说 我要整治生治 整治生计 怎么智障法师 你不赞同我 你还要叫我 对这些犯罪的出家人 网开一面 不要这样的 依律而来行呢 难道这个 诸身犯罪 佛法 不应治吗 那么 智障大师就回答说 这个 以佛里深远 教有出没 亦未亦智 亦不智 所以有些该智 有些不该智 那就 梁武帝都听不懂啊 唯建府 助国王之之 哪里有 不智之说呢 那么梁武帝 这个智障说 调达亲 是其事 如来自知 不智 就 即使是佛陀时代啊 也有六群比丘啊 也有提伯达多 破火生血啊 释迦牟尼佛 佛陀也没有治理啊 也没有治理啊 佛陀也没有把六群比丘 秉出生团啊 那么这个梁武帝就不懂啊 说 现在哪有提伯达多 调达人呢 所以说 法师意味调达何人 现在 没有提伯达多这种人啊 那么智障说 这个调达乃成不可测啊 夫事迹正欲显教啊 若不可不治啊 甚能何容是此啊 意思说这个提伯达多啊 它是一个菩萨来显示啊 显示啊 告诉我们啊 这个 这个 以善知识为鉴啊 可以让我们呢 做一个模范啊 那以二知识为鉴啊 也可以让我们呢 不重蹈覆辙啊 不重蹈覆辙啊 所以圣人呢 释迦牟尼佛呢 虽然调提伯达多破火生血 但是呢 佛陀依然慈悲呢 包容这个提伯达多啊 如果 若一向自知啊 则众生不利啊 所以如果我们 一直都要 一板一眼啊 一律而行的话 众生不利啊 就没有人愿意来出家啦 尤其是末代啊 你这样的一个高标准啊 就导致了 没有人敢来出家 但是呢 一向不治 义父不利啊 但是如果我们 不治理的话 就那个 让他摆烂的话 那也不行啊 那也不行啊 所以这个 智障大师的这个观点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实际啦 非常的务实啦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固然出家人犯罪 应当治理 但是呢 也不能说 这个梁武帝你呢 就自认为白衣生政啊 要来治理出家人啊 因为出家人的事情啊 自有出家人的戒律 来自定啊 自有生传的这个布萨 来自定啊 不应该由这个白衣 来依居士啊 来干涉生团的事情啊 来干涉生团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 这个 在这个智障大师 我们先讲这个智障大师 离开这个皇宫之后 他就有说啊 他说 国王欲以佛法为己任 乃是大事用心 就是说梁武帝有心要整治生治 这是一个大菩萨的一个用心啊 但是呢 一贯一家 子弟十数 未必称义啊 就是说 一个富贵人家 世间的富贵人家 他的子女数十个人啊 也未必每一个人都有出席 也未必每一个人都称义成才 也是难免有一两个呢 怎么样 不孝子弟啊 挥霍家产啊 世俗尚且如此 更何况众生五方混杂 未亦便民啊 更何况这些出家人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 各个不同的地方 五方混杂 未亦便民啊 不容易啊 一个家庭由父母教导出来的 这些子女 尚且有一两位 是败家子的 尚且有一两位 不能称义成才的 更何况出家人五方混杂而来的 未亦便民啊 所以如来戒律啊 不在世间 若能遵行足相刚礼啊 深圳非荡无益啊 为损宏多啊 所以说 这出家人 依着戒律 以戒为师啊 自律自重啊 就已经够了 就已经够了 不需要另外额外有这个深圳 来给予管束啊 给予管束啊 为什么不需要深圳来给予管束呢 因为啊 未亦便民啊 未亦便民啊 不容易啊 像提伯达多这样的破活生血 他是真的是 这个 恶人吗 如果是恶人的话 佛陀怎么会替他出家呢 佛陀都是大神通者 难道他不晓得提伯达多出家之后 会破活生血吗 那如果佛陀知道了还给他替 那为什么佛陀还要替他呢 来破坏生团呢 所以里面呢 未亦便民啊 未亦便民啊 连佛陀时代的这个提伯达多 连有大神通大智慧的释迦牟尼佛 尚且会给予提伯达多替度了 尚且会让提伯达多在生团里面修行的 难道佛陀不晓得 在替度提伯达多的时候 难道不晓得提伯达多以后会破活生血吗 那佛陀知道了 为什么他还要替呢 所以这些呢 都是有甚深的含义在里面 我们不能以世俗的眼光啊 就这样的来论定 这个提伯达多是这个恶人 恶人啊 那么也因为有这个六情比丘的视线 才有戒律的制定啊 如果佛陀时代没有六情比丘的话 就不会制定这个戒律的话 那没有戒律 那我们今天怎么能有办法一戒为师呢 所以等于说是六情比丘 他是为后面的这些出家人 可能会患得这些过错 如果提早在佛陀的时候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由佛陀来制定的话 后世子弟才会遵循啊 因为是佛陀制定的嘛 当然大家就会依教而行啊 那如果六情比丘在佛陀的时候 没有视线这些过失的话 佛陀没有制定 那么以后的出家人 大家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没有戒律啊 没有戒律啊 没有戒律可遵循 大家都可以做啊 那 那岂不是僧团更加混乱 更加没有办法建立僧团 所以这些人呢 六情比丘 跟这些 这个提伯达多 他说 他是大菩萨的一个视线 让佛陀制定 以后的出家人可能会犯得过失 在佛陀的时候把它制定下来 那么以后的出家人就能够依戒为师 依戒而行啊 才有个遵循啊 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大菩萨的一个视线啊 所以在这个智障大师他就认为说 这个如来戒律啊 不在世间 若能尊用啊 足相刚礼啊 就是大家 依着戒律而行 自重自律 就足够了 不需要再有这个深圳 这样的一个管束啊 管束啊 图真 这个 图真纷老 图真纷老 那这是这个智障大师的一个说法 最主要他也以世间的立场来说 就是一个 一个世间的家庭啊 子女数十个啊 那么多 都由父母所教导 尚且不曾称义的 更何况是出家生团 这个五欢粉杂而来的 不容易辨民啊 不容易辨民 这是这个 这个智障大师啊 在这个梁武帝啊 提出要自认百一深圳 来整治生计的时候 这个智障大师勇于啊 勇于呢 这个 违抗 这个皇帝啊 的这个 想法 违抗皇帝的这个政策啊 而提出呢 建言啊 而提出建言啊 那么这个梁武帝啊 他也称赞这个智障啊 他说呢 他说 藏法师啊 是大丈夫心啊 西未事则道事 言非则道非啊 至此宏大 不以行命相累 就是说他称赞这个智障大师啊 这个大丈夫人啊 他说呢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他绝不会呢 怕说呢 被砍头 然后就不敢说 诸法师非大丈夫啊 意思不同啊 言则不易啊 所以你们这些法师啊 都不是大丈夫啊 其实你们也不认同我的做法 但是呢 因为你们就有诸多的考虑啊 所以呢 你们就不敢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叫你认同你们就签名 你们都不像智障大师这样的勇气 心未事则道事 言非则道非 不以行命相累 就不怕被砍头 就勇于呢 提出证言 所以呢 这个弟子向与藏法师啊 说真啊 而诸法师莫难啊 无见助者啊 岂非亦在不同儿 所以说 当我在跟这个智障法师辩论的时候啊 争执的时候啊 你们这些法师都站在旁边 不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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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看 也没有人愿意提出 这个智障法师的意见认同 来赞助智障法师跟我辩论 是 岂非亦在不同 你们难道真的认同我 这样的看法吗 所以这个 从这个智障大师的这些传记里面啊 就可以看出这个 今天啊 我们这个佛教啊 尤其是出家人 还能被这个在家弟子呢 尊崇尊 尊敬啊 我们也要感恩 祖师大德他们的勇气啊 因为有这些祖师大德们 他们的一个勇气抗争啊 这个维护了出家人的这个尊贵跟尊严啊 否则呢 这个梁武帝的时候啊 白衣深圳啊 这个出家人啊 就被这个白衣所管辖 那就不成为深宝了 就不成为深宝了 因为有这些祖师大德们 他们的一个大智慧啊 大勇气啊 大无畏的这样的一种抗争啊 然后呢 让出家申保啊 还能够遗留了这些的一个尊严 那么也从这些祖师大德的传记里面啊 我们也应当出家人呢 要自重自律 自爱啊 坚守这个戒律啊 注重出家人的这个威仪形象 才不会被这个在家弟子呢 所看轻啊 否则呢 就像这个梁武帝啊 都要自认为白衣深圳啊 来整治深济啊 那么呢 出家人还能称为是深宝吗 还能称为是深宝吗 那因为有智障大师的大无畏的一个抗争啊 而反而赢得这个梁武帝的这个尊敬 还甚至呢 还指责在场的这些默不吭声的这些法师啊 没有帮助这个智障大师 是来提出这个建言啊 还默然不见助者啊 所以这个这个梁武帝啊 反而看清了这个 当场这些不吭声的这些法师啊 当场不吭声的这些法师啊 所以这个 当场也有这个法云 法云大师啊 就是也是梁朝的三大 三大师之一啊 法云大师啊 他就有 他自己也感到很惭愧啊 他就说 常于义礼之中未能相谢 就是因为都 大家都是属于梁朝的三大师之一嘛 常于义礼之中未能相谢 就是说在这个义礼研究教理的这个方面 不伤向下 不伤向下 一日之世啊 真可愧服啊 但是今天啊 智障法师啊 他勇于跟皇帝对抗啊 光是这一点啊 今天这件事情啊 真可愧服啊 连这个法云啊 都认为呢 这个智障大师啊 今天所作所为啊 是值得称赞的 他自己呢 甘拜愧服啊 甘拜愧服 那么就有人就问这个智障啊 说当场那时候啊 你怎么敢拈腐须呢 拈腐须呢 你不怕被砍头吗 那么智障大师他就笑着说 当然怕啊 这个皇帝半君儒半虎啊 说砍头就砍头啊 只不过呢 我已经年老了 我已经年老了 再活也活不了多久啊 如果我还是呢 这个父慈 阿余 这个梁武帝 要知人百一深圳的话 那么 也活不了多久 但是至少 我能坚持呢 这个出家人的立场 使本所不喜啊 故安之而啊 再活也活不了多久 那么何不在这个时刻呢 能够为这个坚持 为父这个出家人的尊严 尽一点效力呢 使本所不喜啊 故安之而啊 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啊 我也再所不喜啊 才敢于跟这个皇帝啊 抗议啊 抗争啊 抗争啊 对抗啊 这是这个 在这个智障大师里面 的这个 记载的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根据这个日本学者啊 周仿益存的一个研究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梁武帝呢 他推行的这个菩萨戒本呢 其实呢 是依据这些经典的一个编辑而来的 他不是说是翻译经典而来的 这个敦煌石窟的藏经洞里面 敦煌石窟的这个藏经洞里面 正好正好有这个梁武帝编写这个 出家受菩萨戒法卷第一 在这个敦煌藏经里面 保存了这一份文献史料 文献史料 我们也因为这一份 非常珍贵的文献史料 可以了解到这个梁武帝啊 经由这一部菩萨戒法的理论啊 跟仪式啊 的一个活动 可以藏由这些敦煌常卷的这个 出家受菩萨戒法卷里面 能够了解 了解这个梁武帝啊 梁武帝编写 这一部菩萨戒本的一个 的一个戒本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在这一本出家 这个菩萨戒本的续文里面 这个梁武帝就有说到 他所编写的这个菩萨戒本呢 大底他有依据梁六本 六本菩萨戒 第一本呢就是菩萨帝持经 那第二本呢就是梁武帝 那第二本呢就是梁武帝 那第三本呢就是这个 长沙士玄唱所唱的这个菩萨戒法 第四本呢就是这个金师流传的这个 这个幽伯社戒经 第五本呢就是阴若本业经 第六本呢就是观谱弦行经 它是随经所出才以为证 才以为证 就博采这六本菩萨戒本经 然后把它编辑出来的一本菩萨戒法 那这一本菩萨戒法呢 它跟一般菩萨戒经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个敦煌常经洞里面所保存的 这一份宝贵的文献资料里面 它正好有记载 记载说 这个菩萨受此菩萨戒者 终不自念我所受戒 从和尚师边受得 自念乃从十方诸佛边受戒 若从师及和尚边受戒者 不明菩萨戒 若从十方佛菩萨受得者 乃菩萨戒 也就是这个梁武帝所编的这一本菩萨戒法呢 它最主要是认为说 它受得的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无作戒体呢 是直接由十方佛菩萨所得的 而不是从法师所得的 这是梁武帝所编的这个菩萨戒本的最大差异点 那我们来反观其他戒本 它是怎么说的 它是怎么说的 也就是梁武帝的这个菩萨戒法呢 它有意有意有刻意忽略 忽略从法师得戒的说法 它是随经所出 才以为论 自身利己的传词方式 以佛经正己说 自由的创造符合自己需要的心理论 这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地方 这个以佛经正己说 这是我的目标是怎么样 我只不过呢 采集众多的经典 来符合我所想要的 来编辑这本菩萨戒本 而这本菩萨戒本呢 梁武帝最大的用意就是 受此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无作戒体呢 是从十方诸佛而得的 而不是从法师得来的 而不是从法师得来的 那如果按照梁武帝这样的说法的话 那你们这些出家法师就没有用呢 就没有用呢 还要你们这些出家法师做什么呢 我受戒是从十方诸佛得来的 又不是从你们这些法师得来的 那等于说你们这些法师 还存有什么作用呢 这是等于说把三宝的生宝 去除一宝了 去除一宝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讨论的地方 是一个很严重的需要讨论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这个 纠摩罗史的这个 梵王经戒本里面 不管是纠摩罗史的梵王经也好 菩萨因若本业经也好 或幽伯社界经也好 都有提到说可以从凡能法师得菩萨戒 尤其是这个梵王经的菩萨戒本 他当然也是说这个受戒的时候 能够得到好像的话是善品戒 但是呢梵王经里面他有提到说 已是法师师师相受故 不虚好像是以法师前受戒及得戒 以身众心故便得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师师相受 师师相受 所以为什么禅宗也好 天台宗也好 乃至密宗也好 很重视这个师臣 很重视这个师臣 是因为以师师相受故 身众心故便得戒 便得戒 但是呢梁武帝所编的这个菩萨戒本 他却不是这样 他是认为说他的这个菩萨无作戒体 是从十方诸佛所得的 而不是从法师所来的 那就等于说你这些法师的身宝啊 就没有用了 就没有用了 这佛法的三宝就 直接就去除了一宝 直接就去除了一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重要的一个观点 也许呢 也许就是因为这三个 这三个地方啊 也许就是梁武帝这三个地方啊 让这禅宗人士啊 让这个禅宗人士啊 觉得梁武帝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功德事业 但是 因为有这三个地方 让我们看出这个梁武帝内心深处的想法 内心深处的想法 所以呢 才会导致呢 这个达摩祖师跟梁武帝见面的时候 这个梁武帝会问达摩说 我做了这么多的功德事业 功德多大 这个达摩回答说 毫无功德 这个梁武帝 那么呢 这个梁武帝因为烦情 烦情为浅 烦情为解 烦情为解 所以呢 他就不气 不气 那么这个达摩子好呢 一尾过江到这个松山 去面壁 面壁 等待有缘人 那么这个公安的背后 公安的一个背后 可能就是这个三点因素 三点因素 是没有被大家所提出来讨论的 是没有被大家所提出来讨论的 大家都是称赞梁武帝的这些 种种的这些功德福德事业 但是对于梁武帝的这三点 这三点呢 一般人是比较没有去注意到的 也是学术界 比较少讨论的 比较少讨论的 那么莫姐呢 就把这个三点提出来 供大家做一个讨论 供大家做一个讨论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有一些没有讲完 我们就留待下一节课呢 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大家请合掌 至归依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至归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至归依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何难胜众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好 普愿醉藏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大家好 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新逢晒经节 明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恭送料师刘梨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恭请慧姓法师领众 时间7月11日星期四 下午1点半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佛教慈悲至业花莲分会 起见观音祈福法会 恭送大乘妙法莲华经 消灾超见点灯供水 要供甘露诗实 佛前打供 恭请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7月20日星期六 至7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慕福恩 众生因为有四种颠倒想法 而随顺世俗价值观流转 烦恼不绝 以为生是清静的 以为寿是乐的 以为心是不变的 以为诸法是永恒的 以为诸法是永恒的 在杂寒经中 世尊告诸比丘 有疑称道 敬诸众生 令月幽悲 灭脑苦 得如实法 所谓四念处 以四念处观修 可以进化烦恼 一 观生不尽 观照身体实为不尽 而世间一味贪爱 追求身体的过度装饰 广即烦恼 二 观受是苦 观照感受实为苦 世间极力填满欲望的坑货 即使已得到为满足 终究也离不开得到后失去的苦受 三 观心无常 观照信念实为无常 不但自己的心实实变化 他人也是 四 观法无我 时观诸法 均为因缘合合 生命相依 能够弃而不舍地修习思念处 就可以渐渐消除妄想执着 从种种烦忧 苦恼的火热中脱身而出 成为一个自在而觉醒的人 智慧明朗 心地柔和 宁静而浸润在喜悦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